今天我就带大家看看 在加拿大吃黄皮到底有多贵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 这种水果叫做黄皮 有些地方也叫黄皮果 赫黄色表皮上会有点毛 在广东的话 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夏天水果 打一个比方吧 在广东的话 黄皮居于荔枝就有点像山竹居于榴莲一样 它就是用来综合荔枝的上火的 同时要澄清一下 这个品种和我们在这边超市见到的那种泰国黄皮 其实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泰国黄皮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龙洞 是完全不一样的品种 有机会的话我会单独聊一下那种品种 我那个做水果的好大哥 知道我非常喜欢吃黄皮 于是这一批货一下飞机就立马送了一批过来 这里有浅入深 一个有三个品种 但关系而言 基本上都是一个偏向于鸡心的一个椭圆形状的 根据我好大哥跟我说的话 这里面是有鸡心黄皮 冰糖黄皮和有乳河黄皮 那具体哪一个是哪个 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我现在赶紧每一样都洗一点 我试吃一下 好了我洗完了 由于进食方式的不同 黄皮的皮要比荔枝和龙眼之类的要洗得更加的干净 我先来从最浅颜色的开始 果肉还是非常饱满的 我不客气了 嗯 一吃就吃出来了 最浅颜色的是冰糖黄皮 再来就是中间颜色的 我不客气了 就是这种酸 这种酸为主带着微甜的这种 就是传统的鸡心黄皮 再来最深颜色的 我不客气了 毫无疑问 这就是无壳黄皮 特别说明一下我之前扒皮的那种脂肪 纯粹是为了拍摄的用途 我家习惯性的吃黄皮方法 就是稍微撕一点点下来 然后整个丢到嘴里面 然后通过在口上里面的挤压 将黄皮肉挤出来 就这么简单 我现在还没有吃过黄皮的小伴 普及一下它这个口感 软啪啪 水分很足 略带着一点筋膜感 而它自身的那种酸甜的味道 使得它属于那种 怎么吃的不够的那种水果 就是这种感觉 嗯 nice 就今天我收到的这三个品种 酸度最高的就是这个传统的鸡心黄皮 不是太深褐色的这种的话 的确是以酸为主 如果吃不了一点点酸的小伴 这批的鸡心黄皮不要碰了 然后无壳黄皮的那个酸甜度 我觉得是最适中的 同时的话 它省去了我们吃黄皮土糊的那个环节 然后最甜并且不带一丝酸味的 就是这个冰糖黄皮 它甜到什么程度呢 它甚至让我产生了一个错觉 感觉它就像是一个黄皮口感的 龙眼的那种感觉 对于我这种从小吃黄皮的人而言 这款冰糖黄皮我感觉完全是一个新的品种 最后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价格问题 根据我好大哥的介绍 鸡心黄皮的这个价格应该在15-1磅左右 而冰糖和无壶的零售价格 只要去到18-20刀之间 这真心不便宜 所以如果从来没吃过黄皮的小伙伴 如果你不差钱的情况下 我建议你尝试一下这两款贵的 毕竟这一批的传统的鸡心黄皮 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真的有点太酸了 但如果你跟我一样 纯粹就想找回当年在广东吃黄皮的那种感觉 那还是可以买回这种传统的鸡心黄皮 今天的分享就那么多 比心